纳指本周一上涨超过1% 近期会一鼓作气创出历史新高吗 特斯拉本周一只跌强扬 出现了双重底部预警信号 现在进场安全吗 英伟达AMD高处不顺环 短线还能追吗 大家好 我是专录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股分析视频 首次观看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便长期的收看我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 先来看纳指的日线图 本周一纳指直接大涨超过1% 把前面的三根红色K线都给吃掉了 大概率将会出现上升结构9 而之前1号K线和2号K线都有强势缺口 所以大概率这是一个暴风缺口的结构共振 我们相信未来还有更大的上涨空间 因为毕竟历史前高16200多点也不远了 当然有的股民比较担心 纳指会出现回调 我们要注意的是 最上面的缺口已经被回谱 而下一个重要的缺口是3号K线的缺口 该缺口下沿 15310点将会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 一旦是收盘放量跌破 那么必须要中短期卖出自己的股票 同时本轮在上涨初期 牛1的向上缺口 跟左边的向下缺口 其实完成了一个对称的 类似于导型反转的这样的走势 也验证了本轮的多方实力仍然不俗 让我们继续期待 未来多方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我们再来看纳指的日线图 其实在最新的K线图上 五天均线的支撑再次发挥了作用 虽然有回调 但收盘没有破五天均线 当然由于持续的上涨 像传统的摆动力指标RSI 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超级顶背离 因为背离的时间很长 同时RSI的最新数值仍然是高于70的 最新数值是73.8 还是非常超买 风险仍然短线很高 我们来看一下周线图 周线图上离前高真的是越来越近 很多股民也之前知道我们讲过 由于道指先创历史新高 标普最近两周也创了历史新高 纳指其实早晚会创历史新高 如果本轮一口气直接触到前高 然后出现历史性战略性回调 那将是一个特别好的节奏 因为本来前高就有阻力 而你长得很高 开始回调 如果出现三周以上的回调 可能是一个多月 深的也有可能是三个月 但毕竟我们刚刚经历过三个月的大幅回撤 我相信在2024年第一次的回调 应该达不到这么深的级别 大概率也就是一个月左右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看到 J值在高位持续震荡 给出我们大波段行情之后 突然间一个快速的向下来到低位 给出我们一个绝佳的抄底机会 因为在牛市中最佳的战略时机 往往都出现在战略性回调 而战略性回调 我们可能大概率要出现在 战略性顶部的阻力 没有被强势突破之后 而如果大家想对全年进行布局 可以重点看一下纳指的月线 不得不说纳指的月线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老丫头经典形态 不管是回调到60月的均线 受到支撑 还是在去年的三四月份出现了五月均线 上穿十月均线的金叉 还是我们在去年十月尾 以及十一月份出现的十月均线的止跌起稳 再到现在的上升结构二 如果根据一月是上升结构二来推测 本轮足够强势的话 真的有可能就在八月份出现一个上升结构九 而不要忘了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 在美股的年间月规律中 八月份容易见顶 而十月和十一月容易见底 这也和今年的大选的时机完全吻合 请大家提前布局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的周线图 截止到一月二十九日目前的位置已经靠近了黄金分割保守目标位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一点八 之前呢我们的视频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因为那是一个激进型的预测 百分之两百的位置大概五千七百点 让很多人觉得太高了 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个保守的 保守的是选择呢 在周线图上震荡回调的整个空间向上做一个箱体 那么百分之两百的位置大概是五千一百一十七点 而如果是非常保守的百分之一百六十一点八的位置 大概是四千九百二十五点 其实目前我们已经到达了该位置 所以在周线图上确实有的股民会担心 但实际上周线图上自从我们在这里看到 它的MACD出现零轴之上金叉 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完美的上升大波段行情 我们应该有理由去期待百分之两百的位置 因为毕竟这并不是很大的一个预测 而之前的视频我们预测是激进型 百分之两百的预测 大概是五千七百多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道指 道指在本周一也是再创新高 目前的上升结构来到了数字七 如果最近两天不出现什么大的回调 大概率本轮也会快速的出现上升结构九 而我们之前一直强调 MACD马上就要出现的零轴质上金叉 也几乎双线的距离很小很小 只要再过一个交易日没有比较大的下跌 估计很容易出现金叉 看完了大盘的走势 接下来我们重点说一下跌的很惨的跌跌不休的特斯拉 终于喘了一口气 出现了一个止跌强扬 最起码在本周一 它的收盘已经来到了190美金之上 并且它的收盘其实直接高于前面两根红色K线的实体 如果以成交量来算的话成交量也高于前一天的红色K线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相对的止跌强扬 很多国民比较担心到底这是不是昙花一现呢 不要忘了 之前我们讲过在本轮下降时连续出现了一二三个缺口 分别是跌破平台的向下突破型缺口 以及这里的中级型缺口 这个最后的大缺口正好伴随着业绩报告的出炉 所以这是一个衰竭性的缺口 由于大缺口往往在未来会是一个小阻力 所以本轮的上升和反弹如果足够强势 可能会在一到两周之内快速的将缺口回补 而缺口的上沿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数字 206块7毛7这是一个对数 很有可能是一个短线的临时的顶部 而如果我们想保守的应对目前走势 应该重点关注这根止跌的基准阳线 因为该阳线的数盘价和开盘价 如果在未来能够稳稳的站住 才是能够有强力反弹的基础 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有过多幻想和期待 所以先把该跟阳线稳住 然后稳健的向上 在缺口里面挖呀挖呀挖 才可能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同时根据红利软件的经典指标 其实在最新的交易日 本周一也就是1月29日 有蓝色太极的底部预警 而在上个周五也出现了时间黑洞 所以目前这个位置属于经典的双重底部预警共振 分别是蓝太极以及时间黑洞 而目前价格已经收盘高于时间黑洞 这预示的本轮反弹应该是有一定的强度 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样 因为上一次的蓝太极黑洞 都没有出现真正的强势阳线 同时我们也知道 特斯拉已经几乎看到了极值底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之前的直播我们强调过 RSI数值在最低的那一天达到了17.4 这已经和在2022年年尾 特斯拉跌到101美金附近时的数值相差不大 那时的数值是16点多 而这一次是17.4 经过了两天的走势 它已经从RSI的17.4来到了最新的27.2 这里是一个绝对的底部反弹信号开始 那么本轮到底这一次的回调极限位是多少呢 好多国民在直播间有的预测是100美金 有的预测是150 有的预测是175 我这里给出一个比较重要的标准 选择我们在去年七八月份的高点 大概是299块美金为高点 选择101块8附近为低点 将这两个数值加到一起 除以二的话是50% 大概是200美金左右 我们在去年跌到194 见底启动的位置 就是盘中跌破了50% 最终涨了回来 而本次目前在周线上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是无限靠近回调的下一个百分比 就是回调深度达到底加高的61.8% 那么将会达到177块5左右 所以我相信177块5附近 甚至盘中跌破都有可能 但这个位置将会是一个重要的黄金分割回调的极限 大家可以重点注意 同时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超级AI芯片双雄 英美达的走势 在1月29日再次上涨 五天均线强势支撑 成交量却连续三天萎缩 代表了相对高位 大家分歧较小 虽然没有出现放量下跌 但大家也比较谨慎 那么我认为在途中最后一个小小的上升缺口 将是小缺口大支撑 这里的支撑位是599块1毛钱 也就是说该价位如果没有被收盘明显跌破 其实在中短期仍然是有继续向上的强大空间的 有个股民最近有减仓 它是属于左侧的减仓性卖点 而如果真正的右侧卖点 可以采用雄衣 可以采用缺口跌破都可以 但成交量的萎缩说明了一个问题 大家并没有着急恐慌性抛售 而一旦大家在这么高的位置 发现了明显的大阴线放量 那绝对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有一句重要的股市名言叫做 不怕下跌怕放量 而这么高的位置 如果出现放量下跌 那绝对是比较危险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伟达周线图 目前本周来到上升结构期 下面的J值仍然是居高不下 很明显目前的走势 就是要复制之前的超级大波段 我一直跟很多股民强调 如果你在周线上能够抓到一次 这样的J值高位持续横盘 居高不下的大波段行情 往往就成为了一个 股市赢家 因为所有的股民最基础的就是 你能把市场和个股的大波段上涨 拿住 轻松的享受这一段暴涨的利润 而如果没有 例如像熊市中 他的J值顶多到高位 就立即向下 这样的情况是无法获利的 而整个英美达的走势在去年 他的黄金上涨波段J值居高不下 现在我们又是居高不下 所以只要你不是买的很高 也不是买的很重仓 应该要把底仓留住 不要轻易的卖掉一只疯狂上涨的超级明星价值股 我们的口号是在赚钱的市场里 做有价值的股票 而有价值的股票 在行情上涨 应该怎么做呢 周线的J值 大不断行情 就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再来看一下AMD的日线图 在1月29日最新图表能够看到 虽然盘中略有震荡 但最终下影线较长 五天均线的支撑也撑住了 没有出现破位性下跌 也没有回补缺口 所以最后一个缺口 已经是强势缺口 因为三天没有回补 同时下面的RSI仍然是很高 有顶背离 最新的数值RSI也是73.2 所以如果在未来 大家看到股价快速跌破 五天均线出现雄一 或者跌破缺口的下延 169.6 这都说明比较危险中短期 应该继续减仓和卖出 当然了底仓不要轻易的卖掉 还是要记住这句话 而关于AMD 我们之前在月线图表上强调过 该股票在月线图上 有一个超级大的汉堡形态 跟之前这里是很像的 也就是说 先出一根阳线 随后123456 这六根都是小阴小阳 在阳线的右侧没有超出阳线的实体范围之内 我们指的是实体对实体 随后的牛一直接启动 类似于一个汉堡或者单阳不破的强势走势 而最近的AMD整体走势也是一样 好波谷民在去年的三四五月份 获得了很大的收益 但是随后的12345 这五个月都是绵绵阴跌 而在月线图表上就形成了漂亮的一根单阳 随后五根小红 然后在明显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去年11月份启动 最近三个月迅速大涨 成交量连续的出现放量的梯形走势 这就是经典的超强汉堡走势 两根阳线中间明显有五根小的红色K线 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概念的MARA 它在1月29日三号K线已出现 缺口没有被回补 而且60均线的支撑够强势 其中7号K线是探底神针 现在的9加1已经来到了上升结构3 下面的六彩神龙红柱 在本周一直接超过紫线 同时大家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会看老丫头形态 这个是很漂亮的老丫头 因为调到60均线受到支撑 而在3号K线的位置刚刚出现了五天均线 向上金插了十天均线 这就是老丫头的经典买点 当然如果你买入的话 一定要注意风险 因为该股票并不是有价值的股票 那五天均线要做好止损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只 Coinbase在1月29日 牛1上穿了60均线 它比MAR略有一点缓慢 因为它还没有出现五天均线 金插十天均线 当然它的RSI数值已经来到了46.6 我们都知道抄底可能是看2530去抄底 而如果我们在反转确认的时候 一般用的是RSI超过50变成强势 那46.6离50还有不算大的距离 我们再接下来要重点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美股分析的全部内容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张璐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持续看